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我們所要講的主題 是比較有關於這個 壓力 疾病 以及自殺 那延續上週我們講 壓力三部曲的這個主題 壓力三部曲 剛剛我們有稍微複習一下 那我們希望能夠帶領同學 從這個三部曲 那推展到跟一些我們周遭 很貼近我們生活的例子來講說 這些壓力該怎麼樣 我們要畫壓力為一個助力 那所以如果以失戀為一個例子 我們等一下會讓同學看到 失戀它一樣有三部曲 但是我們希望是一個新三角關係 而不是像我們講到的壓力 都是負向的一個認知 負向的情緒 那影響到同學的生活 好 所以大家今天的演講裡面呢 我們一樣延續上週的概念 就是我們希望在健康人生的 一個基礎概念之下 那我們來理解說 怎麼樣能夠畫這些助力 畫這些壓力為助力 那怎麼樣達到所謂的 Work-Life-Balance 所以同學可能可以回顧你周遭的 一個生活狀況 不管是你的課業 你的生活 像有些同學學分修得很滿 然後課外活動又排得特別多 那這樣的情況下 你怎麼樣的達到所謂的 Work-Life-Balance 而且呢 第二個部分就是 怎麼樣能夠把你們的 這個所謂的Love 這個所謂的親密關係 這個親密關係不只是愛情 它也可能是友情或者是親情 這樣的一些所謂的親密關係 你們怎麼樣能夠透過你個人的 對於壓力的感受 能夠做一個修正 能夠體會所謂比較平衡的一個關係 那達到所謂的relax的一個目標 那同時我們在講健康促進這個概念 除了活得久 我們都希望活得好 那延續上週 這個slide上週其實大家有看過 對不對 就是強調從精神疾病的觀點 那怎麼樣能夠做到所謂人際和諧 那訂定個人的生活目標 能夠從休閒當中去規劃你的一些 健康促進的生活型態 那不過要達到前面我們所講的 這些終極的目標 那首先我們要來看stressor這件事情 也就是壓力源 那這邊這句話大家看了 可以理解說所謂的stressor 其實很重要就是 源自於個人的認知 每個人對於壓力源的感受跟理解 可能不太一樣 所以呢 會導致一個人 會有剛剛我們講到的身心反應 會有焦慮的反應 不管是心理上或生理上 這些很負面的影響 其實不在於那個壓力本身 而在於什麼 而在於同學們對於這個壓力的認知 或者說理解 或者就在於我們所謂的belief 所以那個ABC model裡面的B的部分 這是會影響到大家對於stressor的認知 所以說同樣是失戀 常常舉失戀這個例子 因為很貼近你們這個年齡層的生活 失戀呢 好像有一些男女不同的反應 那失戀了之後呢 每個人大概會有不同的應對方式 那假使說失戀就會導致嚴重的 這個精神疾病 我想大概全天下很多人都會生病 所以呢 不見得失戀就等同於一定會生病 那什麼樣的情況下 我們說失戀是一個危機狀態呢 不可否認在青少年目前國內的研究 指出青少年的自殺原因裡面呢 失戀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子 是一個危險因子 它大概是占青少年自殺原因的前三名 那大家知道說這個失戀是一個壓力 但是不見得每個人都會把它解讀為壓力 同時離婚大概也是一樣的一個狀況 對不對 都是感情關係的一個破裂 那到底面對失戀 為什麼有的人就是會睡不好 就是長期的睡不著覺 但是有些人很可能怎麼樣 失戀後大家看 有些人可以過得不錯 那可能這個就是源自於 每個人對於壓力源的一個認知不同 所以我們講壓力跟調適 首先就要先給各位一個觀念 第一個概念就是到底什麼是壓力源 那上週其實可能大家在討論課裡面 有討論到壓力的概念 那大家也有一些討論 針對怎麼樣能夠去克服這些壓力 不過我們首先再來回顧一下 所謂壓力其實是個人來自於內在 或對於外在環境的一些有害 或威脅物的一個感受 這個感受包括認知 包括你的詮釋 那所以所謂的壓力源呢 可能廣泛的包括生活事件 比如說重大的一些生活事件 比如說最近生病 而且是生重病 尤其是什麼 比如說有的會漸進式的失明 或者是突然性的失明 像上學期我們有一個為電影 有一組同學 他們就是演出一個真人真事 有一個大學生他因為被診斷 有一個先天性的疾病 原本是說他可能25歲以後會失明 結果醫生突然宣告說 很抱歉你可能最近開始勢力有減退 你可能最近一年 你的這個你很可能就完全看不到 於是這個同學才在想 我才大二耶 那我的未來怎麼辦 那這樣子的一個失落 是非常重大的一個威脅 那這樣子的壓力源 很容易就導致對未來的一些無助感 無望感 所以我想生活事件 尤其近期的重大改變 我們所謂近期可能是近一個月 或者是近一年的一個生活重大改變 都是我們要去注意的 這都有可能形成所謂的壓力源 那當然也有長期慢性的 好比說源自於家庭的 兒童時期的 青少年時期的一些創傷經驗 或者是副向的你的生活經驗 都有可能是所謂的壓力源 所以在不同的年齡層 不同時期 人類的發展階段 會有不同的所謂的壓力 這個大家可以理解 在你們現在所處的青少年時期 或者是成年早期的階段 就會有非常多來自於家庭 同儕 有些是人際關係的議題 讓同學壓力非常大 甚至沒有辦法來上學都有 那有的同學是覺得學校 課業的壓力 或者是因為出了一些事 好比說跟同儕的鬥爭 或者是口角 讓他來學校的壓力給他非常大 那在成年期我們可以了解 工作家庭或者是伴侶的一個壓力 那兒童當然也是不可忽略的 這個大家可以了解說 壓力源可能是從青少年 或者從兒童時期 就延續到成年的也有可能 所以從這個圖大家可以了解到 這個是一個學者提到 primary appraisal 這是有關壓力的一個評價的一個示意圖 那大家可以看到說 每個人的壓力源可能不一樣 從上而下我們來看 環境帶給我們有非常多的刺激 那有的刺激其實是好的 因為譬如說如果沒有考試 同學們可能就不會念書 對不對 所以考試其實有可能 小考是一個助力 能夠幫助同學能夠繃緊神經 可以準備你的學業 那但是太多的考試 可能就形成了所謂的壓力源 那這邊有一個perception filter 這是selectively 所以每個人的對於這種壓力的感受 其實是不一樣 我們剛剛有強調 那這邊可以再次看出 你的認知不同 你的評價就會有不同 那我們看到primary appraisal secondary appraisal 那會形成所謂的stress 但是stress底下呢 每個人又有不同的一個coping coping的意思就是一個調適 那最後就是進入到reappraisal 那這個圖我們等一下會細講 主要先show這個圖讓大家知道說 你可以去反思我到底出了什麼狀況 最近我覺得壓力好大 到底是因為外在的挑戰特別多 因為我太忙了 時間輸於管理 還是我的這個 我對自己個人生活的一個評價 比如說我對於外在的 這些壓力源的詮釋 或者對甚至內在的一個威脅 比如說我覺得下禮拜就要期中考了 我一定考很差 因為我根本沒有時間準備 不過你其實還有一週的時間 所以有的同學可能會覺得說 我這一週還可以再安排時間出來念書啊 所以我還有希望 但是有的人會覺得說 只剩一週算了不念了 那就是primary appraisal的不同 所以面對這種同樣的處境 同學們其實都可以去分享 所以為什麼同儕的brainstorming很重要 同儕的一個support很重要就在於這邊 所以大家來看一下 第二個概念有關stress and coping 就是所謂的學習自我覺察 跟主動出擊 所以誠如剛剛那個圖大家所看到的 主要就是希望同學能夠去覺察 你自己對於這個壓力源的嚴重度 體認有多少 那你自己評估是不是嚴重到 對你這麼有威脅 那舉我們這個 剛剛講到護理系的同學呢 他們下週我們有一個 因為護理系的課程比較不一樣 他們下週要期中考 那有同學就真的覺得說 這個他們昨天才知道下禮拜要期中考 所以這個同學就覺得說 哇天啊 怎麼這麼衝擊 其實是已經表定都寫在課程大綱上 只是同學沒有去注意到 所以很多同學都覺得說 這是一個對我很大造成危害的一件事情 天啊 要考的範圍又這麼多 怎麼念得完 那這個就是牽涉到每個人的 primary appraisal不一樣 那有沒有可能改變呢 當然有可能改變你對這樣壓力的一個感受 所以你可以試著自我覺察 辨識這個壓力源 我剛剛講可以透過同才的討論 或者是你怎麼樣主動 所以我們講在概念二主動出擊 主動的去自我覺察滿重要 那概念三 自我控制 是第三個大家要學習的概念 怎麼樣透過自我控制 怎麼樣能夠改變你腦內的動力 我們上次有講到壓力的一個 跟我們身體多種器官系統的影響 等一下還會再用一張圖來強化 那大家可以了解說 其實壓力是會影響到你的免疫系統的 壓力是影響到你的肌肉 神經系統的 如果你有這樣的認知 你就會了解到說 我應該要學習自我控制 我不能夠太過度的讓這些壓力 淹沒我 好 如果你願意自我控制的話 你開始要去衡量 你自己能夠有多少控制力 這個階段呢 需要同學們自己給自己一些信心 就是你對於外在的這些壓力的詮釋 以及控制如果夠強 你要相信這個壓力就不是一個壓力了 所以從primary appraisal 進入到secondary appraisal 如果你能夠透過自我控制來強化 並且運用這邊所謂的錦囊妙記 這邊的錦囊妙記教給各位的是壓力日記 然後力激盪 同才討論 這些方法呢 能夠有效的幫助同學們 增強你的壓力抵抗力 所以這樣的概念呢 同學要注意 那因此呢 從上一週我們講到這個壓力三部曲 這樣的一個理論 希望能夠以失戀這個例子 我們大家來看一下 你怎麼樣能夠把這種失戀的壓力 轉化成助力 不要讓他擊垮你 這邊講到失戀 如果說是負向的這個認知 他可能會覺得說他不愛我 我是不好的 所以他離開我了 所以他劈腿了 這個是失戀很有可能你的負向認知 連帶的你就會有很強烈的失落感 對吧 你會覺得說我失去了 但到底是失去一個前女友前男友 還是得到了重新自由的機會 不過可能當下呢 是很難有重新去reappraisal的機會 不過我們希望能夠透過所謂的 紓壓這樣的概念 我們剛剛講怎麼樣能夠在失戀當下 能夠對這個壓力有重新的一個自我控制 那很重要就是 你怎麼樣透過你自己的這個紓壓機制 我們上週有講到一些 那今天我們還會再教各位一個 一個複式的呼吸法的應用 在網路上我們可以查到一些 正念呼吸法的一個應用 來幫助各位能夠紓壓 那從這個紓壓三部曲大家可以看到 紓壓左邊的認知 當你能夠去實踐所謂這個壓力管理的技巧 那增加你所謂的控制感 在這個部分認知你會隨之改變 你會比較有所謂的自信心 比較強 那未來的目標以及自尊跟自我實現 都會比較容易達到 那同時你的情緒一定會改變 因為你的自信改變了 那至少不會像前面我們講到失戀了 很多人睡不好 睡不好 那也吃不下 或是吃太多 暴飲暴食都是不好的 那相對來講你的心情改善了 你的動機會比較強 睡得會比較好 這邊我要講一下就是有關憂鬱症 憂鬱症在上一週李教授有提到 憂鬱症在目前他的分類其實有非常多 那真正所謂達到重鬱症的一個地步呢 一個人你會發現說 失戀其實只是一個壓垮漏頭的一根稻草 因為如果他是一個屬於先天 有這樣的一個基因 他比較容易發病 那後天又因為有失落經驗 誘發他的疾病的話 你們會發現說這個情緒是很難改變的 你可能譬如說旁邊的人也很希望幫助他 也一直鼓勵他 給他很多很多的建議 但是他就是心情就是不會好 他就長期就處於低潮 而且這邊講動機的部分 他就是提不起勁來做很多事情 再怎麼樣都很難改變 如果有這樣的情況呢 還是強烈的建議各位同學 一定要鼓勵這樣的失戀的同學要就醫 所以失戀不見得都能夠 藉由這個紓壓三步學來獲得幫助 但是大部分的人 如果你能夠遵循我們剛剛講的 壓力的調適三個概念 以及這邊所講到的 你可以了解紓壓會影響你的認知 間接提升你的這個情緒 那你就可以比較不會落入所謂重鬱症 或者是憂鬱症的一個影響 那這個也是上週我們有提到的 很重要的一些概念就是 我剛剛講到當你有重鬱症的時候 就不再是所謂給個建議 他就會變好的 重鬱症是需要以現在的精神醫療 來處理的一個問題 因為我們在看到有一些比較嚴重的 憂鬱症他是他那種缺乏動力 是非常難藉由自我控制來改變 因為他的大腦就是缺乏血清素的一個濃度 所以他沒有辦法聽進去你講的話 那所以呢這邊特別把自殺 憂鬱跟焦慮標出來 因為這個還是我們新世紀 最主要的一個議題 就是憂鬱跟焦慮常常都是共病出現 那自殺又是跟憂鬱症非常有關的 一個行為 大概至少有六成的憂鬱症的病患 可能會有這個自殺的意念 那自殺的企圖就不一定會有 但是至少在自殺意念這個部分 我們就要多去注意他有沒有計畫 那行動的可能性怎麼樣 這部分就是我們比較關注的 那回到我剛剛講就是 如果今天是一個失戀的狀況 這樣的壓力 他會影響到一個人 很多的身體器官系統 所以大家要了解到 從疾病的觀點來看 為什麼壓力會導致我們生理的一個 一些疾病或者症狀呢 就是這張圖所顯示的 那這個上週應該也有講過 不過還是再次強調 今天如果我們有考試的話 同學要回答得出來 壓力是因為受到 我們的皮質感受到這樣的壓力 間接去影響到 下士丘這個很重要的部位 那我們身體有這麼多的器官系統 包括神經肌肉 自律神經 自律神經就包括 他就是所謂的自主神經 包括膠感跟非膠感神經 跟副膠感神經 還有內分泌跟免疫功能都會受到影響 所以這個大家就可以理解說 為什麼壓力來 剛剛同學寫到會長痘痘 因為內分泌失調 對不對 那為什麼壓力來呢 我的心跳會加快 手腳發抖 流汗 然後會覺得視力模糊 身體發抖 就是因為自律神經 所以這都跟我們的憂鬱焦慮是有關的 當你的 我們說憂鬱症呢 就是因為你腦內的 Serotonin分泌不足 那這時候呢 就需要透過藥物來調控你大腦裡頭的 這些所謂的神經傳討物質 來恢復你的平衡 所以是這樣的一個原理 大家要記得 那所謂心生症 這邊講到壓力跟疾病 有一系列的疾病 除了我們剛剛講到的 比較重要的幾個新世紀的精神醫療問題 當然這邊所列出的這幾個 也都非常常見 那其中呢 大家可能不理解什麼叫做精神觀能症 那這是一個在精神醫療 以前的一個稱呼 現在比較是以所謂的 common mental disorder 來稱呼這個所謂的精神觀能症 那簡單來講 它就是涵蓋所謂憂鬱症 焦慮症 或者酒精使用的問題 失眠 睡眠症候群 或者是藥物酒精使用等等 這些問題的一些病症 那相較於這個 所謂的精神觀能症 或者叫做常見的精神疾患 心生症也是一個非常常見的 那我們下面來看一下 大家可能會非常意外 因為壓力跟我們這些病症都很有關 大家可能不會直覺的聯想到 是因為壓力導致我有這些病症 但是它卻是非常常見的一些性生症 有哪些呢 大家可以看到 頭痛 我這邊做一下調查 有過頭痛經驗的請舉手 你會覺得滿困擾的 有時候會頭痛 大概有二分之一左右的比例 那所以頭痛其實是一個非常常見的症狀 但是大家不見得會跟壓力來聯想在一起 那其實它是一個新生症 換句話說 因為是我們心理跟身體影響之下 導致我們神經系統有引發這個頭痛的問題 所以我們在處理上呢 首先你不見得要去服用止痛藥 你可以先用我們剛剛講的ABC的model 來反思一下 你是不是因為最近的狀況 有一些過度的焦慮 引發你身體的這些焦慮的反應 那所以它是一個新生症 它可以透過所謂的紓壓的技巧 來獲得緩解 那當然有些頭痛是有它的生理疾病原因的 譬如說腦瘤 如果今天是頭痛沒有辦法獲得緩解 那建議你還是一定要尋求醫療來處理 其次皮膚的問題 像大家看到皮癢症 原凸異位性皮膚炎 多汗症這些呼吸系統 包括換氣過度的問題打嗝 這個滿特別的 那大家看到心臟血管系統 這邊譬如說心慾不整 有的人是因為容易焦慮 因為他的生活情境比較時間的安排 或者是過度的緊張焦慮 引發的一些症狀 那腸胃系統大家可以看到 十二指腸潰癢是滿常見 滿常見於生活比較不規律 又容易緊張焦慮的體質的人 那大家看過去像甲狀腺的問題 或者月經的問題 那勢力某五我剛剛有講到 這跟我們的交感神經會有一些關係 好 那所以大家看了前面那個名詞 叫心生症 你們可以了解到說 其實心生的問題是合而為一的 那我們要怎麼樣去合理的管理 我們的壓力 除了剛剛我們講到這個壓力的三個概念 然後大家要理解 那怎麼樣能夠進一步去管理 我們自己能夠讓我們有更多的這個配備 能夠去對抗這些壓力 這個上週因為講得比較快 所以我再把它提出來 讓大家能夠去反思 比如說同學們睡眠充不充足 請問你們平均 我們講平均 不要講錯考前 考前大家大概都嚴重睡眠不足 可能大家都熬夜 平均來看 非考前一週以外的時間 你有睡超過六個小時的 請舉手 六個小時 還不錯喔 六個小時 所以你自己衡量 有一半的同學 大概有到達六個小時 那當然這個時間呢 根據現在國內外的研究 時間不是主要的重點 而在於品質 因為有的人睡四個小時 他可以得到很好的品質 不過在你們這個年紀 就是青少年或者成年早期 大致上六小時應該 六到八是一個平均的時數 那我們會有一堂課 討論這個睡眠的問題 到時候我們會更深入的去看說 到底睡眠有哪些層面 是大家要關注的 不過今天的調查看得出來 大概一半的同學 是有達到這個時數 有沒有人覺得 睡六小時還是睡不飽的 就是很不清爽 會覺得還是沒有休息到的感覺 我們的儀文助教非常勇敢的舉手了 儀文助教 所以可能儀文助教的睡眠需求量 是比較高的一群 有一些人是這樣子 就是他 所以我剛剛講 時數不是重點 有的人睡六到八小時 還是沒有休息到的感覺 那當然有可能情境式的 比如說你前面熬夜了兩三天 那你後面就會無限的 有睡眠在的問題 你可能就會睡得特別多 那如果是排除這種特殊情境 平均你都還要睡到 八個小時以上的話 那可能你的睡眠需求是比較高 好 那這個是第一個裝備 要強調睡眠是因為太多太多 我們臨床上看到的個案 都是睡眠的問題 那上週如果大家還記得 李教授有強調 睡眠問題是所有精神疾病的基礎 因為你會在非常多的精神疾病上 看到病人來 他會告訴你我睡不好 曾經有一個病人告訴我說 我已經五天沒有睡覺了 我看著他就是一副 很沒精打采的樣子 那他是一個在洗腎的病人 有高血壓 有高血糖 一個中年男性 自己家裡開小吃店 那這樣的一個個案 在他五天沒睡覺的情況下 他簡直就是已經快要喪失意志 他說他沒有辦法工作 那他有兩個小孩 他也沒辦法照顧 那所以睡眠的問題 其實是跟生理跟心理都有關 因為在那個狀態下 血壓會變高 所以他血壓跟血糖都調控得不好 那所以睡眠充足是第一個 第一個最重要的裝備 有了這個裝備之後 我們再來談 你的營養是不是均衡 有的人 尤其青少年 會有所謂暴飲暴食的情況 那是不是到所謂暴食症 我們最近也有一個案例是 24歲的女性 大學生 那來到台大醫院求治 她本來來的狀況 是一個自殺的意圖 她本來要傷害自己 但是到了急症 間接後送到了我們的精神病房 那我帶著護理系的學生 我們去照顧她 有一個同學照顧她 那這個24歲的女生 進到病房之後 經過詳細的問診之後 才發現 哇 她是一個暴食症的個案 怎麼樣的暴食症呢 她是催吐 會吃很多 大量的吃 然後大量的催吐 那發現這個症狀之後 我們才進一步去跟她討論 營養的一個控制 飲食 均衡營養的概念 以及怎麼樣去調理 她的睡眠跟生活 她就是一個非常典型的青春期 缺乏就是所謂的 我們這邊講的抗壓武裝備 所以她當然還有一些家庭的因素 一些其他來自於生活的壓力源 讓她產生了這個自殺的意念 那所以營養的問題 其實是我們另外一個重點 上週也談到規律的運動 身心放鬆以及休閒的部分 那身心放鬆特別要強調 就是我們今天等一下 各位會體驗到的這個 放鬆的一個技巧 好 那這張上一週也有看過對不對 減壓有七原則 這個也是在李教授的壓力人生 大家如果有看課前的閱讀 在壓力人這本書裡面呢 有講到的一些原則 那我們把它整理成這張slide 大家可以了解身體活動帶來的好處 好過於你一整個下午坐在研究室 或者坐在你自己家裡宿舍 打電腦 不管是玩遊戲或者是寫報告 那所以動態的一個生活型態 是我們比較鼓勵的 那放鬆身心 知己知彼 這邊講到的一些原則 我想大家可以理解情緒支持 比如說你有沒有一個合適的對象 你信任的人 那你平常可以跟他敞開心胸 傾訴你的一些煩憂 那甚至可以跟他培養一些共同的興趣 比如說兩個人相約 跑操場 或者去爬山 等等 那我們剛剛講到的認知的部分 好 滿重要 要培養一個理性的認知 什麼叫理性認知 好 至少你會學習用ABC 來檢視一下你的非理性思考 但當然首先第一步就是學習辨識 你有沒有不合理的思考 那所以你如果有一個同儕 比如說課堂上的同儕 你們同樣學習這些技巧 那你們就可以互相的去討論彼此的狀況 或許你自己看不到有盲點的地方 你的同儕看到了 可以適度的提醒你 那就滿好的 好 工作分層 比如說極度忙碌的大學生們 你們到底在忙些什麼 你們的課業 可能學分每一個報告 每一個考試 然後你的課外活動 需要達到一個合理的分配 所以Time Management 時間的管理是這邊強調的 那除了設定可行的目標 怎麼樣能夠一一去達成 然後你的Checklist上面呢 希望是一個一個打勾 你就會充滿成就感以及自信心 這個是我常做的一個方法 當我事情真的很多的時候 因為現在非常多的審查 然後自己要寫的文章 然後課業我也要幫同學出考題 等等等 好多 那我也是用Checklist的方式 會非常有效率 大家可以試試看 有在用這種Checklist方法的同學舉手 哦 不錯 那上週呢 我們這一組也有一個 意廷同學跟我們分享了 用一個APP 那個APP叫做Time Tree 用這個方式可以管理自己的一些形勢力 我想這同學也可以嘗試看看 那我們這一組的同學 今天可以再有延續的討論 看看怎麼使用 所以我想Time Management 是減壓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則 因為今天護理系大師的學生 就跟我分享說 他的壓力來源來自於 他被一堆東西所淹沒了 但是聽起來我剛剛講 期中考是在下週 你明明還有一週的時間 但是你為什麼要告訴我說 我覺得我考不過 我覺得我會被當掉 就很快 這個叫jump into什麼 conclusion 對不對 他太快做結論了 那可能他心裡想到的是什麼 我這禮拜我還有我的社團活動 然後我還有其他的報告要寫 我就是沒有時間去讀那個 這一科的期中考 所以我覺得我一定會被當掉 那這就是一種非理性思考 所以其實你就要去想說 那我該怎麼樣好好的善用這一週 來規劃我自己的生活 這就是Time Management的一個精神 還有積極樂觀 所以不要太悲觀 剛剛那個同學聽起來就是 非常的負面悲觀 那不只是這件事情 因為那位同學他真的對於很多事情 他都有比較偏向悲觀的一些想法 所以在團體的討論裡面呢 同學就會去提醒他說 你聽起來怎麼好像都是想這麼負面的 那透過同才的力量可以做一些提醒 跟Brainstorming 所以滿好的一個練習 所以在這邊呢 要提醒大家 要關掉你過度敏感的壓力反應 如果說你們在自我反思的過程 像剛剛我們看了Zuvio的內容 如果同學覺得你自己確實 有比較高的一個壓力感受 而且你會因為這些生理跟心理的反應 而不舒服 甚至影響到你的生活 你已經沒有辦法像過去那個你 那麼有能力完成你想要做的事情 你要記得要怎麼樣能夠適度的關掉 你過度敏感的壓力反應 好 那這個圖呢 主要是告訴同學 自律神經它有分交感 副交感 我們剛剛有強調 很多的焦慮反應 是源自於這個所謂的自律神經系統 所以常常精神科醫師會對就診的民眾說 你這個是自律神經失調 很多的精神疾病 它的表現就是自律神經失調 不管是嚴重精神疾病 或者是所謂的精神觀能症 或者一些常見的精神疾患等等 都是源自於我們的這個自律神經 所以其實你能不能控制自己呢 答案是可以的 不要去做負面思考的努力 這邊要再次呼籲同學 不要鎖住你的大腦 那怎麼解套呢 這邊提供一個所謂的 7-11調息式呼吸法 那這個是我們參考 國外的參考書 那提出的一套呼吸的技巧 來跟各位同學分享 那你可以稱之為一種 複式呼吸法的應用 那或者是有人稱之為正念呼吸法 我們在教的這套 所謂正念呼吸法的過程當中 一定要讓同學理解 你為什麼要做這件事 因為呼吸每個人每天都在呼吸 如果你不呼吸 你不會出現在這裡 那所以呢 呼吸卻是大家會最會忽略的一件事情 那所以要在這邊讓大家理解說 你怎麼樣去調控自己的呼吸 藉由自我控制 從控制呼吸開始達到所謂的放鬆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個動態圖 你會發現說吸氣吐氣哪裡在動 吸氣的時候呢 肚子鼓起來 那exhale再吐出去 所以呢 我們等一下我會放一段影片 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 只有五分鐘 那主要先透過前面的講解 那後面有大概七分鐘的練習 讓大家可以體驗一下 什麼叫做這種正念呼吸法 那練習的過程中 你們只要仔細聽這個錄音的內容 你們就可以照著做 那所以它的原理呢 大家可以了解說 吸氣的時候是透過你的胸闊 擴大 把氣呢 灌進你的腹部 灌進你的胸腔 那但是其實是你的腹部會有這個充氣 那橫隔膜在吸氣的時候 是上升還下降 大家知道嗎 橫隔膜是在這個地方 大家覺得是下降還上升 下降 所以等一下在這個正念呼吸法練習當中 它會教你 你要想像 你吸氣的時候 你想像你這邊有一個橫隔膜 它是下降的 那因為透過一些冥想的練習 它可以讓你能夠更增加 你的所謂自我控制感 幫助你能夠把氣息 真正的灌到你的腹腔 所以大家知道 吸氣的時候 胸闊是增加的 那吐氣的時候是相反的 所以你的橫隔膜會上升 把空氣擠壓出來 是這樣的意思 好 那這邊也把這個技巧 做一個重點的回顧 告訴各位這所謂的7-11 是什麼意思呢 那就是吸氣跟吐氣 我這邊有寫到 吸氣跟吐氣本來是從 7-3秒吐5秒開始 那你會逐漸的增加到7秒跟11秒 那一開始練習呢 你可能沒有辦法做到7跟11的比例 但是到最後呢 你可以達到這樣的理想 那等一下練習 我們會從3比5開始 那大家要理解說 為什麼你要做這件事情 它到底會對你有什麼幫助 那我們接著就會進行10分鐘的一個演練 那這10分鐘 其實實際做這個聖電呼吸法 大概只有7、8分鐘的時間 那其他我們會搭配一些病友的分享 來讓大家知道說 實際這些在有就醫的病友 他們是怎麼樣的體會 那我們剛剛講這個呼吸 它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叫做body scan 什麼叫body scan 就是透過你呼吸的一個冥想 可以專注在你身體的某一個部位 或者是說從我們剛剛講到氣息的流動 從你的鼻子進到你的肺腔 再進入到你的肺部跟胸腔 再進入到你的下腹部 這樣的一個感受 這個叫body scan 那它可以有效的刺激腹交感神經 這個是很重要的一個基轉 所以透過這個呼吸 達到所謂的舒緩跟放鬆的效果 而且在吐氣的時候 我們剛剛講 因為是從3比5慢慢的到7、11 7比11 在這個過程當中 你每一次的呼氣 你要告訴自己 你要把自己帶到一個更放鬆的境界 所以這個是訣竅的之一 這有3個tip大家要注意一下 那我們等一下跟著這個 我會放一段YouTube的影片 但中間7、8分鐘的練習就是 大家可以閉上眼睛 就是執行的次數 大概不會只有10到20次 不過就是跟著那個聲音來照做 中間期待同學是能夠排除你的雜念 如果說今天譬如說你剛考完試 或者是你等一下晚上 還有一個會讓你緊張的約會 或者是其他的處境 會讓你覺得很焦慮 希望你透過等一下的練習 能夠真正專注在當下 也就是等一下此時此刻 你在做的這個呼吸的練習 那透過冥想達到所謂放鬆的一個結果 那我們這邊介紹一個PMR的概念 就是這是一種所謂的 生理回饋治療的一種方式 那這邊只是簡單介紹PMR的概念 實際上PMR是一套 學理上有一套技巧性的東西 不過這邊可以 大家可以了解說這個概念呢 大家可以應用在生活上 如果你們有興趣可以再去找相關的資料 不過大家知道它的一個基準是滿重要的 它其實是透過一樣是一個引導的方式 比如說錄音帶的引導 那大家從頭 從額頭的肌肉 然後到臉部 臉頰 然後上肢 躯幹 到下肢 就是逐步式的一個自我控制 肌肉放鬆的一個技巧 那其實正念呼吸呢 它也可以 我們剛剛強調 它也可以達到所謂肌肉的放鬆 尤其搭配你呼氣的時候 所以是期待同學能夠 藉由這個所謂的正念呼吸 能夠融入你的生活 除了我們等一下課堂當中的練習 那我們也期待說同學回去的時候 可以把我們放在Siba的這個音檔 可以拿出來練習 那可以有效的在你譬如說等捷運 或者是坐在教室裡 當你很焦慮的情境之下 不管是哪一種情境 你可以融入你的生活 可以隨時拿出來練習 那有些人是在睡覺前 會透過閉上眼睛的這種冥想 或者是Visualization 想像你在一個非常舒適的環境 不管是一個 大家看到這個臥室非常的舒服 或者是想像你在一個田野間 非常的寬闊 想像你是非常舒適的一個感受 或者是一團迷霧 但是你就是專注在某一個點 那這些練習呢 大概都是滿好的一個紓壓的方式 好 那緊接著呢 那時候我們就開始做這個 所謂正念呼吸法的練習 這個是一位 實際我們在精神科病房的病友 他的分享 那他一開始呢 是有滿嚴重的一些身體焦慮的症狀 他的診斷是Anxiety Disorders 他因為嚴重的一些泛焦慮的狀態 犯焦慮就是廣泛的一個焦慮症 症狀 使得他 他剛剛講 脹氣 然後便秘 很嚴重的便秘 那這些症狀其實都是滿常見於一般 一般醫療的狀況 或者是說 常見於你我生活當中的一些症狀 那他因為這些症狀來到了精神科求診 那住到這個精神科的病房之後 透過體驗這個正念呼吸法 他覺得非常有效 這個個案他非常認真 然後他就是每天晚上睡覺前 他就是固定會練習 那這是一個滿好的正向的一個例子 就是透過正念呼吸法來達到身體的舒緩 那除了睡覺前我想平常都可以想到的時候 然後讓他變成你的一個生活方式 那期待未來我們課場當中 可以有更多同學的一些分享 對於這個正念呼吸法練習的一個心得 alumni的時 아빠 找開選人數就算是?, 找開選人數就算是 先 Gillamos conce職人數就算是 Wasser 你 Lambda ?